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四号证实 台湾总统马英九即将在七号 与新加坡会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这是两岸自从1949年分治以来 双方领导人首度会谈 将就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交换意见 总统副表示不会签署任何协议 也不会发表联合声明 而张志军强调 这是根据一个中国原则做出的务实安排 将互称先生以表达尊重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发表文章表示 去年推出了护港通 让上海和香港交易所可以互相买卖对方股票 今年还要推出深港通 进一步把措施推广到深圳和香港交易所 这是中国政府高层第一次表示 深港通今年有望开通 显示中国大陆资本市场更开放 美国上周才派遣驱逐舰 开进中国在南海人工岛礁的12海里 范围内引发中国不满 4号两国国防部长将在东协防长 库大会议见面 与东协和日本等共18个国家代表 齐聚马来西亚 路透报道 中国希望南海问题不列入共同声明 主办国马来西亚也强调 论坛结束不会有签署 共同声明的仪式